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一期节目有一个非常耀眼的标题 就是巅峰对决 所谓巅峰就意味着节目的全面升级 那么怎么升级呢 来看看阵容 相信大家马上就会被迅速吸引 不过升级之后更加严苛的赛制 也让我们每一个人 为他们每一位演员去捏一把汗了 话不多说 我们先来看看谁在巅峰等待着大家 我就是演员 历经两季 百一位演员登台敬演 用演技敲开梦想的大门 没有角色大小 只有执念与相信 2019年 我就是演员全面升级 展开巅峰对决 电堂级演员轮番过招 如同神仙打架 金牌编剧 精力创作 知名导演 全程指导 航母式的多场景舞台切换 OPPO就是演员之巅峰对决 用扣人心弦的赛制 偶心力血的制作 匠心打磨行业标杆立作 毫无疑问 这是一场巅峰对决 来到这里的每个演员 根本不需要再用这个舞台来证明自己 这里这些演员呢 在我心中 他们早已经走上神坛 而这一回呢 他们的对决可能会走下神坛 你是不是让冰姐来当选手 对 这不太合适吧 我这一年接了好几个项目的邀约 都是请她 不是当评委 就是当导师的 我一听我就觉着 不用了不用了 我就直接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然后呢 好像就半年就过去了 又来问 每一期我们会请电影导演 这样的话 你也可以跟他们有很多的合作 比上次多想了那么一两天 然后我想着想着 我觉得 我在自己不能够做出判断的时候 我就问了问我身边的人 无一支持 零支持 其实最后说服我的应该是 梧桐和我的经纪人 因为梧桐跟我讲 他说 姐姐你们别看我们这次是个节目 但是我们可以在短期内 请到行业最优秀的导演 编剧 演员 那来过把瘾啊 来玩一次 挺好的 我其实到现在 此时此刻坐在这 我仍然是觉得我 蒙的 太蒙了 我不知道这个节目 将是怎样一个开始 三百位建影团团团员的投票结果已经出来了 排在最后的一位呢 下一场就会直接被淘汰 我肯可以理解 冰冰现在这种成就跟地位的演员 对自己的这种羽毛保护的一种 一种要强心 也不要气馁嘛 下一场这个竞选的时候还有翻盘的机会 我们这个节目是有升级的嘛 所以呢也是有风险的 我是一个很没安全感的人 结果我今天来挑战我自己的安全感 我觉得我有点点 我这鼠息是 这是吃饱了撑的给自己 巅峰对决 首战在即 首发阵容 马上全面亮相 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 有八位青年演员 一同参与挑战 他们将以学徒的身份 与八位挑战嘉宾 一对一 结为师徒 他们分别是 孟美琪 你怎么会在这儿 别打我 我其实也想在这个领域上面 有一些突破 抱着学习的心态来这里 杨迪 坏了 坏了 机器不张啊 范甜甜 有看把小弟弟给紧张吗 什么那个 王子义 曾顺希 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办 办完之后我一定会来给你个交代 周琪 我也是个学习不好 刘嘉一 我特别想他 文琪 想来学习一下跟前辈们 然后来观察一下舞台上的表演到底是什么样的 师徒二人命运紧密相连 共同面对静眼的挑战与淘汰的残酷 大家一起进吧 来 朋友们都来 请在三秒钟的时间内选择落座 他们说三秒钟赶紧坐 那我就找最近的坐了 三 我选六 六 我选六 二 我俩认识做一块 咱俩做一块 这个号码牌对应的 是我们八位挑战嘉宾的沙发座位的号码牌 好 来了 来了 开始了 开始了 来了 灯都开始了 欢迎来到 OPPO 我就是演员之巅峰对决 对 来了 来了 有请第一位挑战嘉宾入场 哇 大长腿 哇 哇 好玩笑 哇 哇 哇 你上来就这么重磅炸弹 李冰冰 华表奖 百花奖 最佳女演员 征服好莱坞的国际影星 在我的认知里面她是演了很多好莱坞的大片 我的天 这种这种咖啡的好丝都来了 我觉得天哪 怎么就我一人 这是我的吗 一号的话 请选择任意号码入座 哦 她不一定做一号位 好 杨定你的命运来了 冰影姐来吧 七号 你怎么做四号吗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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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纯 思纯 马思纯 七岁出演个人首部电影作品 获得最佳女主角的新生代实力派女演员 我真的真的很喜欢马思纯老师演的七月 他真的是我的榜样 我的目标 请选择任意号码入座 冰冰姐好 哈喽 哈喽 我是思纯 你好 你好 如果对手是李冰冰 你敢跟他对决吗 我选择溜掉 七号 对不起 谢谢方老师 有请下一位挑战嘉宾入场 来个男演员吧 童大为老师 我可以 8号 8号 给 给我 给我 求求了 童大为 终生代男演员的领导者 曾凭一部作品 入围七大电影节 童大为是我的师弟 他是那种天生演戏 非常松弛 很自然的那种 很会演戏的 如果对手是李冰冰 你敢跟他对决吗 最好不要吧 那椅子没放下 我准备就这样了 不是下一个可能还是需要站起来的 好吧 六六六 有请下一位挑战嘉宾入场 秦浩 秦浩老师 文艺天男神 对 秦浩 中国入围嘎那国际电影节 柏林国际电影节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最多的男演员之一 秦浩这几年 入围了很多电影节的 这个男主角 然后确实是演了很多 我自己都很喜欢的文艺片 哈啰 欢迎 请请请 老婆人家来找你上节目了 好 我会态度好一点的 我今天让大家都开始 你现在已经习惯真人修了 我不习惯 我们这部真人修好 我们这叫我是演员 华哥你为什么来参加这个节目 因为这个节目火 因为我爸妈喜欢看这个节目 有过第一季第二季 他们问过我说 你为什么不去 我说同学在上面当评委 我怎么去 丢不丢脸 亲生父亲 好吧 闺女 亲生父亲 什么关系 对 男演员 有请下一位挑战嘉宾入场 梁静 细路多变的千面女演员 曾获得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女主角 和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女配角 他其实好像人家不演了 但是内心这欲望是没有被磨灭的 借着折扬台的迷平台 忘记把这个好的东西拿出来 那当然是好事了 就怕那个好的东西拿出来 怎么可能拿不出来 我好像也上不了热搜 也不是一个有流量的 或者什么 所以我 觉得 可能节目组真的是需要找一些好演员来演戏 坐这儿了 挨着我 坐我这儿 老师 老师 后面的辈分一个比个大 你就别做了 我估计肯定后面一个比个辈分大 因为我一直伴坐着 你看 来 来 对啊 我们就 谁啊 田园起立是哪位啊 这个肯定很厉害 有请下一位挑战嘉宾入场 谁呢 看看是谁 郭涛老师 郭涛老师 郭涛 终生代实力男演员 是话剧舞台和影视剧里的中间力量 郭涛就不用说了 他是我的师哥 他的实力 大家有目共睹 应该是一个很强劲的对手 儿子 爸爸要去工作了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爸爸这个工作时间比较长 我要参加他们这个节目 好吧 来这个节目你怕输吗 说心里话还是有点怕输的 拍了那么多戏 我别因为咱们这一个节目 遭遇了滑铁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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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高老师 哇 恭喜啊 恭喜恭喜 那就接着来吧 有请下一位挑战嘉宾入场 这个年纪一定不小了这个 步履蹒跚 闪亮登场 啊 周温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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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熟人哪 哎 我的搭档呢 啊 是主持啊 周温老师 主持人啊 那就放心了 那就放心了 这是来主持的 对啊 对啊 请选择任意号码入座 不是主持人 假装半天 哦 孙儿还比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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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立 参演和指导过 110余部影视及话剧作品 电影 电视 话剧 均获过最高奖项的 国宝及老戏骨 国立老师 我还以为他是主持人的 没想到他也是 跟我们一起的 竞演家 你这这这太不公平了 他来就 就是很碾牙我 张国立老师是 他让我觉得 真的什么都会 我只是很惊讶 他为什么要来 这个舞台倒是 挺有意思的 让大家能有一个机会 来展示一下自己 各位拜托了啊 让我岁数这么大 你们都会 你们都会 张老师 手下留情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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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号 恭喜文鲜老师 我这儿还有人吗 还是听说我做了一号 那位老师已经连夜走了 有请最后一位挑战嘉宾入场 谁来着 谁来着 猜猜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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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儿是谁 哎呦 酷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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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ych veces勒 是的 晨晨 李宇春 李宇春 晨晨老师 我的妈呀 我是真没有想到 最后一位嘉宾是 李宇春老师 他好像唱歌了吧 我还挺期待 看他的表现 我没有想到 他会来参加舞 就是演员 而且我真实地 给他投了很多票当年 李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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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大胆的猜测 李宇春做什么事 都是没有失败的 我还特意写了一封信 也算是我 我自己为 自己准备的一个淘汰信 我体验了这一次的 这个舞台表演 真的在淘汰那天吧 在离开这个舞台那天 我觉得再看这封信 一定会有一些特别的感受 请选择任意号码入座 这个我就要批评两局了 你好像唱歌 你还想我们把我打死吗 我都批评了 都批评了是吧 你说你好像你唱歌 你唱得这么好了 我们几个人就是 我们都一把碎的时候 我们想 来来来 我主要休息休息 老师们好 真正的主持人来了 人家真正的主持人在这儿呢 有请八位学徒 找到相对应的座位 入席有请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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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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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的学徒 我是你的学徒 No 我真的 我不同意 为什么 我们年龄相反 我小一点 好好 我小一点 不会吧 是吧 看起来不信 咱俩就是搭档吧 咱俩就是搭档吧 你好你好你好 他们俩就是搭档 我们四组挑战的嘉宾和学徒 已经全部就位了 根据目前座位 演员两两搭档成为一组 共同完成一个作品 四组演员用作品对决 最终排名将根据作品分和个人分 来决定谁将淘汰 哎呦这玻璃老师和冰冰姐 他们俩搭 这我实在不敢想象 我觉得这个作品 应该是碾压所有的作品 马思纯秦浩都属于 在文艺片上非常有成就的演员 我觉得他们这个阵容很强大呀 我就想看看春春到底怎么演戏 我相信他是一定有信心 才会来到这里 玻璃老师嘛 跟冰冰他们是强强联手吧 他们俩的组合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是有挺大的震慑力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紧张的 表演备战环节 挑战正式开始 这么快的啊 哇塞 好快啊 不给个喘息的机会啊 有请四组嘉宾 进入各自的创作间 每一个创作间里面 都有一位导演 和一位编剧老师 在等待着各位 他们来帮助你们 共同完成本期的表演作品 来 来 来 导演你好 董导老师好 董导老师好 你好 陈导老师好 你好 你好 徐导老师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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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导老师好 帅气登场 来 怎么样啊 有什么想法吗 就是你们想演的剧目 什么想法 他们会演啥 咱们要不要先想想 张国立和李冰冰 估计会演一些 相对比较厚重一点 年代的 可能比较年代深刻一点的吧 我觉得啊 像思纯 我觉得思纯跟那个秦浩 有可能是文艺品 比较文艺 是吧 对对对 郭涛和 李玉春 这个最难猜了 所以呢 就根据咱们这一组的演员 你们两个人的演员 给观众的印象 最好有点拉开一点差异 我怕跟他们别的要有状 有什么想法吗 我其实挺想演那个 《二脸桃花园》的 我们也要就是出气不易 徐导老师那个夏洛特 你别说 真有点马东梅 想想想想 他还挺接地气 特别想挑战一下 跟其他以前演的不一样的东西 没事 但是如果是团队作战 肯定得 是吧 有个出气不易的东西 你这咋了 这不是他觉得你走呢 一开始是我 你走 你走 真的烦死我了 不练了 不练了 不练好 毕竟他是这个喜剧的话剧改编的嘛 内容上缺少厚重感 只能说非常生活流 其实也是一开始我接到这个剧目的一个担心 说实话 我真觉得这剧本一败 那你想怎么样 我想换 我觉得来不及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这个东西没有挑战 你不也就演了一个夏洛吗 是 我也想找那厚的 厚的人 厚的人就不让弄 今天晚上还有时间 为什么就不能去争取一下呢 不是没争取过 我跟你讲大为 我跟你讲 听我说 这本来来的就是来挑战的 不是说来演自己 或者拿自己自己最拿手的东西 这没有意思 我也希望你能够挑战一下你自己 我也希望这样 但是现在没有这个 没有这样的米 没有这样的材料 但是跟他说呀 你不说怎么能去干呢 都争取过了 佟大为 我告诉你 我觉得你们在欺负我 真的 你就是在欺负我 不演了 怎么了 我自己去说 你不去说我去说 这牌子 走开 快走快走快走快 真的 演得好吗 我这不是 我这不敢说话 他演得 这不太像真吵架了 可以找一点练习 演员就是这样子的 就吵一下呗 找一点默契的事干一下呗 确实 确实会有一点感觉 就是导演 给我们布置了这个作业 然后我们做这个练习 确实是拉近了两个人的关系 信任度和默契度很高了 我觉得起码他们松弛了 就关系上面 交流无障碍了 现在可不可以先大体的 大体的我得知道 他那个床在哪儿啊 先找床 先把床拿去 不是说随便有床 定个位置 他都无事物就可以演 但是我要知道 就是定一个位置 这个床 美术那个孩子 你得在我旁边知道吗 你这个床是单人床 他是一个 是一个夫妻的双人床 孩子 这些给查尔 是你带的我 对对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 这两个演员 是这么快的 去呈现这样的一个剧目 一边排在一边修改 完成度还算比较高的 我到底要什么 嗯 我二十岁的时候 在寻找自己 他到了三十岁 找到自己 但是到了四十岁 再次寻找 我们死伤 还没帮助 我们死不打 没有是 我们死了 我们死了 不死了 我们死了 我们死了 太多了 我们死了 不要是死了 这些为了 亲爱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来到浙江卫视大型原创表演类综艺节目 OPPO 我就是演员之巅峰对决 我是主持人依依 大家晚上好 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对决召集人李力群 有请 是我非我 我演我 我一非我 装谁像谁 谁装谁 谁都像谁 大家好 欢迎李老师 很高兴 也很荣幸来到巅峰对决这个舞台来为大家服务 巅峰对决一听 它就不是一般的对决嘛 它就是高手过招 特别要强调的是 巅峰对决这个节目 我们这次是有赛制升级的 那这次我们不光是节目升级 大家喜欢的OPPO也升级了 带来了全新的OPPO Reno2 不光是拍照片好看 拍视频更是精湛 所以此时此刻 我想用我手中的这一台OPPO Reno2 拍出全场的60 70 80 90的观众 来 李老师您一起看一下 画质超清晰有没有 这是防抖 对 好稳啊 非常的稳 我们的OPPO Reno2 不愧是自带超防抖的模式 记录整段精彩时光 此刻 首轮参加进演的八位挑战嘉宾 正在紧张的准备当中 他们将带来四个精彩的作品 表演结束 现场的三百位电影团成员进行投票 其中两百位大众电影团为喜爱的挑战嘉宾投票 一百位专专业精彩团投作品票 同时现场还有一个由导演 专业影评人和表演指导老师刘天池组成的影评团 最终 剑影团投票结果决定八位挑战嘉宾本场排名 两场排名 最后一位的挑战嘉宾将被淘汰 每一票都至关重要 八位挑战嘉宾都已经准备就绪 首轮敬演正式开始 这一组的两位挑战嘉宾都是终生代的实力派的代表 他曾经凭借中国合伙人中的王洋一角 入围七大电影节 他就是观众最喜爱的终生代男演员童大为 第二位 他是管虎电影中的御用女演员 更是圈内公认的宝藏女演员 他就是演员梁静 洪大为一出道 就成为了赵宝刚导演的御用男主角 可以说是终生代男演员的林陶哲 他是当下影视市场中非常稀缺的一个类型演员 对他的好感就来源于在表演上 是不会轻易地露出表演痕迹 非常的自然 梁静嘛 老虎的老婆 更多人知道梁静呢 谁知道她是管虎的太太 然后我自己认为我是个好演员 然后观众不太认识我 很多人会在我的微博底下留 为什么你才一百多万粉丝 这就是我觉得我还没有挖掘出我自己的价值吧 所以呢 然后这个节目 我觉得是我选择了她 而不是她选择了我 演员就位 表演开始 那个笑得多烦恼 中年困顿的下落 机缘巧合梦回高中 逆袭成为万人仰慕的音乐教父 成为首位登上时代周刊的华人男星 然而沉醉于纸醉金迷中的她 却倍感空虚 她想起了 那个一路陪伴在她身边的女孩 你找谁啊 并来到了他们一起生活过的窝居 快进来 这大明星来了就是不一样啊 顿时碰壁生辉 我这小宅子 真的跟你大宅子没法比 家是不分大小的 是 你快坐吧 好久不见 不是 我天天在电视上看见你 换个她就是你 换个她就是你 再换一个她还是你 太烦人了 对 那个砖 我一直留着呢 当时拍娜姐那个砖 现在我一看她唱歌 我还想拍她 那你现在不练标枪了 不练了 早就不练了 有一年那啥 我一标枪 扎在人财判身上了 终身尽赛了 你坐呗 吃块子 阿姨 你看我又搞错了 你最讨厌吃瓜子 对吧 咱俩同桌的时候 就因为我天天磕瓜子 你跟王老师说 把她给我拿走 我怎么一直想笑呢 东门 我曾经做过一个梦 梦里咱俩结婚了 在梦里 咱俩就是住在这个小屋里 每周二晚上都会停水 一用微波炉就会断电 每次上厕所 都得掀开马桶盖 手动上水 到了冬天 我就会胃疼 你就把手给搓热了 给我暖胃 有一次 我掉井里把牙给崩掉了一半 你就守在我身边陪着我 边陪我 边磕瓜子 喀巴喀巴的 你不知道那个声音有多难听 可我没想到的是 瓜仔然都是留给我吃的 可是日子过得并不幸福 我整天喝大酒惹你生气 后来你实在忍不了了 要跟我离婚 真的你这梦简直到太不现实了 媳妇 我回来了 今儿楼底下帽子店打折 我买了两顶 都是我喜欢的颜色 你看谁来了 我 下落 太惊喜了 不行我得出去重庆一回 媳妇 我把钥匙忘家里了 快开门 你干什么 你干嘛锁门啊 一会儿我想跟你表白 如果表白成功了 跟你求婚也不是不可能的 你 你别闹 我老公在外呢 他不是你老公 他不是老公 那我老公是谁啊 应该是我 你有病啊你 我就是有病 守着身边这么好的一个姑娘 不懂得珍惜 姑妹 你对我多好啊 媳妇 我还能进去吗 能 别闹我啊 别闹我啊 我去 夏洛 好兄弟 幸福了 大川 大川 你能 答应哥一事吗 行啊 哥想用 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跟你换个人 谁啊 东美 大川 大川 夏洛 夏洛 醒醒 大川 大川 你别过来啊 你终于醒了 是啊 一砖头下来我能醒 这都是奇迹了你 我没拿砖拍你啊 你没拿砖 这是什么 你从婚礼回来 就一直搂着那块砖 婚礼 今天是咱班班花的婚礼 你喝多了 我就是穿着这身鸡毛胆子 去参加的婚礼 是 你还是跟人家四姨撞山了 只身复验鸡毛妆 都是同学 装鸡毛啊 我真的有点不记得这个戏了 爸 他这个是他们改编了一下 他就是经过一个梦 发现还是老婆好 你这衣服什么意思啊 你跟我过来 我衣服怎么了 你衣服怎么了 看看没有 大川 等着退去呢 你有本事先来去退 我自己花钱买的衣服 我爱怎么穿怎么穿 你摸摸良心说话 从毕业到现在 你挣过一分钱吗 你成天就知道在这躺着 咱俩结婚的时候 你连一个 咱俩结婚 你的仪式都没给我办过 不是 等下 直到那天领证 你才带我去吃了一顿羊蝎子 咱俩领证 马东梅 你还是个我老婆是吧 我不是你老婆谁 你老婆她是你老婆 我刚才是做了个梦啊 你就知道做大头梦 你 我这个厉害 翻转了翻转了翻转了 我刚才做了个梦 喂 好 马上下来 啥玩意儿 大春 快点的 搬家公司来了 搬 搬家公司 谁 谁要搬家呀 我 我搬家 马东梅 你什么意思啊 我没什么意思 不过了 你吓了谁呀 爱搬不搬 走 马东梅 你要出了这门 你这辈子就别回来了 谁稀罕回来呀 没有你我找不着别人怎么的 走啊 好 马东梅 你喜欢的瓜子 这一期 是在你数落我的时候我渴了 我渴了 这一期 是我在心里骂那时候渴了 我渴了 这一期 是我觉得自己是个混蛋 你是个好女人的时候渴了 我渴了 我渴了 你 crush 我渴了 她渴了 我渴了 我渴了 他渴了 他渴了 你这个人 我渴了 我渴了 我要死了 自己的死 夏璐 你说咱们这日子还能过吗 老温 睡假日子不是这么过呀 你撞成我脑子 我给你揉一揉 在海海的笑 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 找着闹闹 你找到什么了你 我不认识最硬吗 世界海峡 我陪你去到天涯海上 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 等着寻找 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 掌声感谢两位挑战嘉宾 谢谢 也要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助演嘉宾 孔连顺 谢谢 非常可爱 有请您先入席 这个表演过瘾吗 挺过瘾的 大卫哥 我觉得还是有点紧张 尤其是前半段 因为第一次参加这类的节目 然后真的好久没有上舞台了 对今天带这么多观众 带这么多评委 没有适应 然后真的 确实有一些需要自己去克服的东西 就感觉是走出舒适区 这也是 就是想来参加这个节目的一个初衷 但是我在看这段表演的时候 作为一个非常普通的观众 我自己的体验就是笑不出来 然后这件事会给我心里很大的压力和刺激 因为我知道到后面最后开始 升华也好感人也好的一个基本前提 就是我要觉得这两个角色是讨喜的嘛 那如果前面都迟迟没有让我特别开心 和让我特别欢愉的话 可能到后面再讲他的感情 我都很难配合起来 就是我作为观众 我的想法不太一样 我觉得其实挺应该选这样的作品 因为在这个舞台上 我觉得每个人来啊 就是来跑马占地的 这是个宝贵的机会 一定要脱离舒适区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很重要 大为是个非常懂得珍惜这个舞台的演员 所以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尝试 但问题是 你没有在做一个自己最擅长的事情 然后并且以为自己是在占地 但是大为敢来接这个角色 以及这么快的时间就得完成啊 易高人胆大 不不不 谢谢 我觉得这个剧本的主题很好 其实它说的是一个 是不是有后悔药这件事 然后通过这个故事告诉大家珍惜当下人 我们就是想把这个电影里 最想告诉给观众的这部分 给展现出来 因为这电影的盒好像就是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在强调说脱离舒适圈 但是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发现 是脱离舒适圈的第一反应 就是不舒适嘛 作为一个喜剧 你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 你得让我笑吧 你总该要制造一种令人惊喜的地方出现 所以我在看了这个版本的《三楼塔反等》 就是会有一种遗憾在 我一直认为演员都应该走出舒适圈 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始终都是在演不一样的角色 舒适圈是说那好 那如果你跳了以后 观众还是喜欢你另外一种 那你干嘛要跳出舒适圈 演观众不喜欢的东西呢 你演不好啊 就像赵本山 那你干嘛非让他演陈老明的角色呢 那他是跳出舒适圈了 那为什么要这样 有什么意义呢 从我个人来讲 我还是希望能够在舞台上 能有不舒适的感觉 能有一种挑战 其实演员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在进行着各种挑战 但是总不能挑战自己 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 完全不可能打破自己的事情 我认为也没有必要去这样做 因为来这儿本身就是想去 触碰一些自己 之前没演过的角色 要都演一个样的话 那可能就还不如 我得好好地去 去再演我的电视剧 演我的电影 大维一步一步走过来 他拍什么戏 他塑造什么角色 我都是很清楚 作为一个已经有成就的 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他们可以待在舒服区 然后一直功成名就地说 我们就是这么厉害 但是你们去挑战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我想为你们鼓掌 谢谢 静姐 是可以说实话吗 太可以了 我来综艺节目 身边的朋友 最紧张的就是我说话 特别怕我说大实话 对 我尊重团队的选择吧 对 我愿意挑战更多 其他类型的 这个可能是 说实话我个人认为 还比较熟悉的一个心路 当时看到这个剧 其实我认为有点薄 这种类型的内容 相对生活化一些 不少缺少厚重感 它的竞争感不是那么强 我觉得它不适合我 缺少难度 其实给了我们这个剧本 我也很惊讶 他们也愿意选择 这样的一个挑战 所以我实际上 是被他们感动了 就这短短的36个小时 我们恨不得改了 已经有七八稿了吧 最后决定下来 以这种拍摄的方式 只有一次换场 那么完全要依靠演员 来把这个不同空间的感觉 演出来 我觉得给了他们一个 很大的挑战 也给了他们一个 展示自己表演才能的 一个空间 这个舞台 这个尖锋对决 其实给了每一个演员 一个机会 尤其像这种 有了成就的演员 是要给大家 开拓你的戏路子 让你不要在舒适区 让大家能看到 你们的潜力 还永远在存在 谢谢 谢谢导演 谢谢导演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的 100位专业剑影团 要行使你们的权力了 为我们的两位挑战嘉宾 投作品票 以星级的方式 投票最高10星 全部表演结束 作品分最高的一组挑战嘉宾 将获得每人50票 演员稳定入戏 防抖看清精湛演技 OPPO决胜时刻 投票开始 是 我特别佩服我师傅 从舒适圈走出来 去挑战一些 他不擅长的角色 我觉得这是他真真正正 跟我上的第一堂 非常关键的课 其实我是挺提琴姐委屈的 因为我看到了 主个的过程 看戏这件事情 就是一千万人心中 为千万人的 竟竟在我心中 今天是满分 心急锁定 再一次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依依 谢谢 谢谢 总可以说 昨天发生了一件 特别神奇的事情 咱们两个师傅坐在这 对 吵架了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他们是为了调动 那个演员之间 那种感觉的情绪 假吵架呗 我们也试试 来来来 正好我这是那个 OPPO OPPO Reno2 我拍一下 来来来来来来 抛极防抖开启 我一点开启 这所有的画面 就不抖了 给我 我看了我看 不是你你看你 你拍就拍了 你还抖 这支视频能看吗 我看了 不抖了 真的不抖了 真的没那么抖了 我给你拍一个 不是是我抖 不是你抖 你看她懂不抖了 你看她懂不懂 对 你看真的其实 越是这样越不懂 我已经晃这么严重了 她又不懂 真的是 这一组的两位挑战嘉宾都是重量级的演员 第一位 她是华表奖 百花奖 最佳女主角获得者 同时她也是好莱坞的宠儿 她就是演员李冰冰 第二位 她是中国百年百名电影艺术家 是当之无愧的国宝级的演员 她就是演员张国立 李冰冰作为国家梯队套机的演员 她是活跃在国际影坛的华人之光 咱们这个节目叫做巅峰对决 那么我觉得巅峰就是张国立跟李冰冰本人 我想这些神仙聚在一起 不是为了打架 是为了打一个样 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表演 这两位老艺术家抽到我的时候 我会有点受宠若惊 然后又压力山大的感觉 今天给我们发剧本是什么 这个剧叫做《阁楼》 它的剧作背景是南京南京 但是我们重新去编了一个故事 我就希望在这儿 我们俩这个顿饰 这边摆一机器 往前推 往前推 这必须得搭特写 圆壶不要 两个柱子也不要 就所有的木质框架就留在这就行 不是 这个要横着 这个要横着 那我们又改造的这个舞台 扩大了我们的表演空间 其实表演真的需要很准确 差一毫就差千里 太太 太太 您听我说句话 您听我说句话 我看的时候真的很过瘾 他们殿堂级的人物 在我面前表演 非常非常期待 别吵架 别吵架 明天顺着票时间 今天就得把灯光音效都得说清楚 明天要录 根本就录不了 人有档期了 舞台还没档期 你这舞台也没得使 你真的让我们真的是 乔富难为五米之春 你什么都没有 你让我们出什么呢 我真的真的非常的 不要有气愤啊 真的是 这老师带着他的这个行头来的 今天给我帮我试这个造型 我也一把最后 我得了那么多的奖 国际的 国内的 奖都得完了 我跑你这儿来 证明我会演戏吗 我没必要啊 服务于我们的同行 或服务于更多的年轻人 让大家能有一个机会 来展示一下自己 有水不争线 真的是滔滔不绝 演员这个词 对我的定义太重大了 哪怕它不是一个电影 它也不是一个完整的电视剧 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 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个 片段的过程当中 看到我们对表演的 真诚 敬畏 可以看到好的表演 演员就位 表演开始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南京沦陷第七天 清华日军的屠杀和强奸变本加厉 遭遇了国破家王的唐太太 唯一的小妹惨遭掳掠掠 两岁的幼子也被日本士兵摔死 他只能跟随着汉奸丈夫 与众多难民一起 在安全区的一栋阁楼之中 容身避祸 好 王花 皇花儿 皇花儿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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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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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 这儿 就是你们两个 快 白天说晚上忘了 脑子让狗给吃了 再饿也不能吃老鼠啊 再说你们的 这么大棍子捅捅捅 那老鼠都惊了 都跑阁楼上去 你们不怕 我太太怕了 懂了 懂了 回来 过去 我教你们的日本话忘了吗 好 那我考考你 说 朋友 懂吗大吉 你这南京味还真重 这日本人可听不懂 不过听不懂也不要紧 你表情得到位了 你得让日本人看着你是 发自内心的 喜欢 不明白啊 看我 看我 看着 多么大吉 多么 看见了没有 记住了 你 你 我 我 快跑 快跑 快 快 太太 我回来了 太太 小小 看我给你带回什么来了 板鸭 南京城现在有几个人 能吃的板鸭 日本人没动几口 几乎是一整只 这让我给断回来了 来 吃鸭子 这干吗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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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小花的医生 你烧它干吗 这 这 这 太太 你不能这样了 你要这样你可就垮了 你垮了咱这个家就垮了 你耳环呢 首饰呢 哪儿去了 卖了 卖了 这家里的东西 我这儿放一花瓶的 都卖了吗 都卖了 太太太 我告诉你 那花瓶里藏了两根救命的金条 你是要钱是吗 你把东西都卖了 你是要钱 你要钱干吗呀 你这要干吗去 上哪儿去 我去找小妹 你不舍得花钱 我舍得 是不是有人跟你说 只要你拿钱 他就能把人给你救出来 我告诉你 骗子 那全是想骗你钱的骗子 你别信 不就花你点钱吗 这钱送我借的啊 从我嫁给你们唐家起 吃穿用度 都算我借的 等我出这场 就让我爹还给你 一根头发丝都不会少你的 哎呀不是这话呀 太太 咱这两口子过日子 哪能算那么清楚 那你说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还有日子吗 日子 还有日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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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生点 要生点太太 这可不像咱们原来那个家 你瞧这墙 跟纸一样包啊 这全都住着人的地下 全是难民 你让人听见了 你说我 是吧 这心跳起脸来了啊 你给日本人当汉奸 你咋不嫌不要脸呢 你怕什么呀 我知道你怕什么 日本人当着你的面 摔死咱家花花 糟蹋我妹妹 你屁都不敢放一个 我知道你怕 你怕死 你怕死 好 你说我怕死我认了 但是我告诉你太太 现在我救不出来的人 谁也救不出来 再说了 现在满大街都是日本的巡逻队 你这出去你回不来怎么办呢 我不让你出去 别出去 走开 你 太太 走 走开 你就当我死了 太太 太太 小妹已经死了 好 多少次我都想告诉你 可是我张不开嘴 我怕你受不了 那回抓进去的人 全死了 他现在在哪儿了 我找人给他埋了 全死了 你不是说你能救出小妹夫啊 你不是说你能救的你想救的 你都能救出来吗 你听我说 你就是个骗子 我真的看不起你 你要活得跟这一样 打烧你的天天 唐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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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唐太太 你听我说 唐太太 你别拦着我你 你怎么睡 唐太太 你听我说 你误会了 唐先生她是个好人哪 她骗那些外面发药的 说她自己病了 把那些药带回来 给了我娘 还有她 是个人 嫌她肝活慢 说她 讲不出来话 她 先生就去帮她 唐太太 唐先生 给我们吃的 给我们穿的 她还让我的弟弟住在这儿 对啊 她是个善良的人 唐太太 唐太太 我是南京城 仅靠在最后的一个士兵 唐先生 唐先生 他是个好人呀 他把他自己的同行证 留给了我 他让我带你走 唐 大家快躲一下 唐太太 唐先生快来了 你赶紧准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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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咱匐 对吧 你赶紧准备一下 老唐 你开开门 喂 你把门开开 快走吧 大小姐 天快亮 走吧 我饿了 我想吃口东西 吃口 就算你不想让我吃东西 你也不能不让我肚里的孩子 吃吧 你说什么 孩子 你说孩子 你 你真是干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真是 你真是 你真是死我 我病人 我们又有孩子了 求你这手冰凉 快做点融合 你快 做点 我们又有孩子 我 我那么委屈你 我那么委屈你 你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呢 我没有什么事 我一直都真是 Royal 我也说 我还要不租 那没什么事 你哪有天 썅 你就 Potato 你为什么不说 你要不要 你怎么会 你这么心气 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 你弃老板 你怎么不说 她是个伤病 她一人出不了城的 我都跟她说好了 让她路上告诉你 你们俩要加班夫妻 这样你才能把她 安全地活着带出南京城啊 我不管 那你呢 我 我 我一个罕奸我 我有什么男的呀 男的是你 太太 来城外你要收购 我不管 反正我不走 车来了 再不走天就亮了 太太 求求你 为了那个伤病 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你走吧 带上金条 不带 关键的是我能用什么 你走吧 我不走 你听我的 走 太太 你别拉我 你别拉我 你听我的话 你走我 你别拉我 听我说 活下去 活着就有希望 不 走我 等到把日本人赶出南京城 你就能回来和我再见 给孩子 许个名吧 还叫花花 花花 花花 你好好活着 等着我跟花花 回来找你 児 mortgage 都拿着 然是 小花花 但你想让你 破败药 很棒 掌声送给我们的挑战嘉宾 李冰冰老师 张国立老师 我们也要把两位老师的学徒 孟美琪和文琪一起请到舞台上 有请二位 来 我相信大家也特别想来感受一下 此刻李冰冰老师的心情 你是在问我话吗 她现在出不来的还难受 我可以说实话吗 当然 我觉得我们时间太短了 我们没有时间排练 这不是我想的那个样子 我们只能在单位时间里 去完成这样一个任务 就是时间是出一个好作品的 最基本条件 李冰冰一直非常纠结 时间是最重要的 你们都这么没有时间 居然还可以亮出这样的作品 就知道这些人 他的脑力激荡之下的那个力量 是跟于一般的演员不一样的 相对的那种自责也会很强 然后国立老师刚进门前 一看就很符号性的汉奸 很棒 一关了门 你的身体语言已经完全知道回到家了 不必再装了 这都看到了 接下来都好 这两个演员都是我特别特别熟悉的 那我觉得我也很感动 就跟咱拍电影真的是不一样 但是可能也是就是这样是考每个演员的功力 就是看这么短的时间 能不能够驾驭十几分钟一个片段 那我觉得其实真正的说完成度是相当的高 给咱们这个尖锋对决树了一标杆 等于是完美 我觉得就是演得非常好 因为我真的亲眼目睹 冰冰是怎么焦虑 怎么失眠 然后我们怎么一路走过来 但今天所有的东西都是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你不用担心 很荣幸能跟你们合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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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莉老师 您当时接受到这个挑战的邀请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肯定是拒绝的呀 而且我身边的所有人都不允许我来的 说你干嘛去呀你 你用得着你去证明你自己吗 你都快从艺五十年了 你说你跑这舞台上来演什么呀演 但是梧桐导演 我确实对这个导演和这个年轻的团队 我挺喜欢 他那天他痛风 两个脚踝肿得很大我不知道 我就想我给他喝一瓶好酒 然后我就劝他走吧 结果他就喝了 喝完以后他说再痛风给我看他的脚 哎呀我一下子觉得我犯了罪似的你知道吗 那个痛风病是不能喝酒 喝完他不更疼吗他 然后我就觉得 我说那我就去吧 我觉得这个劲儿一过就好了 你看现在我换了一个视觉 我不坐在底下了 我现在在看陆川和学洋华导演 和邵宏 和西西 你们说吧 看你们说什么 这个我们的表演导师刘天驰老师 您刚才对二位演员表演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真的想想给国立老师举一个功 真的 整个的第一季第二季一直到今天 我知道国立老师付出了什么 三年 我没有想到在第三年的时候 可以在舞台上看到国立老师 我觉得刚才那场戏都已经在用一个 生命的一个质感在诠释了 我要带回去 要给更多的人去看 什么是真正的巅峰对决 谢谢 谢谢天驰老师 你们老师 你情绪发泄的时候都感觉是很猛 可是最后镜头推进的时候 能感觉到就像盐墨那个墨汁 没有飞溅出一滴 就这种就是源于天赋的一种克制 是演员特别宝贵的东西 我特别想对冰冰姐说 哪怕你觉得节目独在惨无人道 但是在这个阁楼里面 你也把人道演绎的淋漓尽斥 您特别棒 谢谢 哈喽美琴你好 我在来这档节目之前 微博上有一组关于你的数据的讨论 那么大家对于你质疑比较多的是 关于演技的部分 那么你害怕大家对你的质疑吗 以及你担心你会拖累你的师傅李冰冰吗 我真的压力非常大 因为我其实真的很难过 因为我刚才 我没有把台词好好说出来 然后我就是觉得 美琪我求你了别这么说 我觉得 我上过的表演课 五个手指头都能算得出来的那种 我对于这方面 其实真的没有太多太多的经验 对于我来说是真的很大的一个考验 就是我在来之前 我那个时候不认识他 我也不知道谁是孟美琪三个字 只是突然有一天 我看到一个头条 说他演戏不好 被批评了 我当时吓死了 在我刚刚刚刚出道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大学二年级 我一天有一场戏 我没哭出来 哎呀没哭出来我特着急 然后当导演一喊咖的时候 我真的哇的一下就哭出来了 这个时候有一个摄影师 走过来 一样怪气地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当时真的犹如晴天霹雳 他说 该哭的时候不哭 不开哭的时候瞎哭 我当时觉得 我整个的世界都黑了 我是用生命视为 我非常尊重的这个表演的专业 一下子被打击到低谷 明明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我为什么要站在这个舞台上 跟你们分享这个故事 我觉得 演员他是个人 他不是一个机器 演员是要有信念的 我要相信这件事情 我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可是那个时候我太小了 我不等这些 所以今天当美琪她来的时候 我作为一个过来人 我就是想保护她一下 我就想跟她说 没有人不摔个跤的 摔了跤你就得长本事 不要忘记斐过自己 我觉得冰淼老师太优秀了 然后就是 有一些那种点吧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无名其妙地特别能够懂 我不说了 我觉得话说太多 其实我挺感动的 冰淼老师在舞台上 这样子去说 非常心疼 觉得我很幸运 我可以在这个节目里边 能够当 李冰淼老师的学徒 成长中一定会带着许多莫名的伤痛 然后在挫折中成长 在成长中再继续爱这个工作 爱下去 好 我这两天陪着国立老师和冰冰姐去完成这场戏 我有一点心疼他们 我觉得他们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 去仔细地研究每一句台词 对每一个场景 我觉得 这就是演员 那接下来 演员稳定入戏 防抖看清精湛演技 OPPO决胜时刻 投票 开始 张国立老师真的是一个万金牛 什么都会 他是一个超级睿智聪明 接触所有的画的一个人 他跟我不一样 他在这么焦虑的一种状况下 他的表演我觉得依然是准确的 谢谢大家心急锁定 结果我们会稍后公布 也再一次感谢李冰冰老师 谢谢张国立老师 让我们一起进入观战区 稍事等候 哦 格楼真的很好 从剧作到这个表演 到这个置景都好 国立老师一出场 马上人物身份 空定气娃 这就对了 要让观众哭 让观众笑 李冰呢 他能够把握这样一个 非常有特点的一个作品 个性化的一个角色 实力了得呀 第一位挑战嘉宾 出身话剧舞台 塑造出了众多令观众印象深刻的经典角色 他就是实力派演员郭涛 第二位挑战嘉宾非常特别 他是流行歌手 音乐创作人 他也是优秀的青年演员 他是李宇春 哎呀 咱们得好好想一想 演什么呀 我觉得我们还是挺有特点的一个团队 因为我也是成都人 对 挺好 春春也是成都人 无名之辈也说四川话吧 那段组合很好 一上来就高位截摊 压力巨大 说实话 我不是特别了解春春 在之前看过他的一些影视剧 但心里还是有惨特 马家琪他是一个高位截摊 那他每天能做的事情 就是坐在他的那个轮椅上面 不能够自己主动去做任何事情 他的内心的一种煎熬和那种孤独 我想通过心理上的一种共情和共性 去挑战这个角色 很奇妙的一个组合 对于春春来讲 还真的是所知道的很少 所以我就找来了原导演饶小智 帮我给他们讲讲 至少把人物 谢谢 谢谢 今天他似乎找到了一个救命道场 他不是救命 他就死了 我觉得林宇春他很淡然 我觉得这是一个 其实挺准确的一个态度 你能不能把鞋给你脱了呢 你稍微 像这样子啊 对 就稍微 对着 春春需要通过外物的卸手卸脚 来去建立内心的那一份绝望 我有多想死 也有多想苦 可以 生无可恋了吧 那种孤独我很熟悉 常人很难去体会 我因为突然的一个 那个时候大家叫一夜成名吧 然后我来到北京 你会不会跟任何朋友 而可能以前的很多的朋友 对你有一种很难以描述的一种疏离感 内心的一种煎熬和那种孤独 常人很难去体会 有一点特别像马家琪 我可能就大部分时间我就坐在那想 就是自己想 但那个东西其实是没有人知道的 李宇春就他身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矛盾性 是他的张力和克制 对于这样一个有强烈人格色彩的人 他能不能把完全和他不一样的角色演出来 我觉得李宇春这次挑战很难 李宇春是歌手 不知道他演戏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然后春春如果要是用四传话演的话 我还是蛮期待的 这个组合有郭涛老师作证 很期待他的表演 演员就位 表演开始 从小一起在乡镇长大的胡广生 与李宇春与李海根决定改变命运 到大城市干票大的 在成功打劫了手机店后 逃到居民楼的一户人家避风头 却没想到屋里住着一个瘫痪的病人 他 está 她这些瘫痪的出雀 大城市损范 不错 却没想到她 我干活 我到底没有 你不是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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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要吗 你不是要的吗 哎呀 暴露了 暴露了 带钱 带钱 大嫂 我暴露了 都是你暴露了 晓得不 既然你看到我们的样子 但是只要你听招呼 我就不会灭口 没得睡啊 好 轻松 放松了 放松了一动不动的 做得帮人 肥了 陈肥了 你莫骗老子 你感情不幸酸 哎 你怎么态度嘛 现在是哪个帐户去世 你搞清楚没得 你干啥子吗 把钉子 啥子 啥子 你又干啥子吗 上哟 啥啥子哟 红花油 红花油是指爹的 孙上的 那个伤口吐不得 先消毒 消毒 消毒 那个是消毒的吗 究竟啥 究竟 究竟 哎哎哎哎 这个 这个怕是有点痛吧 这个不痛 不痛 不是不痛吗 你不是说不痛的吗 他能个怕痛啊 我是觉得不痛啊 我说你多不痛 你当然绝对不痛了 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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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宰烧啊 宰烧 老子你想打死你去不去 帅了帅了 老子你想打死你去不去 哎呀 左道 啥步都没弄 残肺 这是个残肺 你左道 左道 哎呀 我给你弄个啥步啊 哎呀 哎呀 我给你 哎 请 请点哈 好 晓得 洗脑墙 是真的吗 你明天干的新闻 就晓得是真的吗 是假的了 真的吗 你今天撞到 我们兄弟和 这种啥肉麻的汗肺 算是你中了彩票了 真的别怕啊 我们都是在你那儿 逼个风头就走 没得事 你好怎么配合 那我要是不配合 你会开枪吗 开枪你就死了 那我都不配合 老子给你脸了是不是 哎呀 试一下吧 哎呀 试一下 打不得打不得 孤立不敢开枪 打不得 老子喊三声 你说三声 你不开枪 你就是个爬屁 三 二 三 四 小哈气 小哈气 你给他倒个钱 这个事情就过切了 要得不 不要开枪 不要开枪 爹 冯伯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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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 快点走 你开枪是 走不了 你不想开枪吗 走走走 走走 有了你咋不来啊 今儿姐 我自己进去了啊 你给老子滚远点 你个死老头 你今天要是干进来 老子旁的龙实力 你给老子滚 我走了 走了哈大姐 再见 你们两个不是韩非的吗 不是杀人猪马吗 那两个残废都搞不定 两个寒皮 不是 大姐 你到底要抓着吗 我们两个就是过路了 你放我们走嘛 一枪打死我 打死就走 你让我打死你 我就打死你 乖他 你是我妈吗 你 好怪哦 老子有的是时间 来 坐起来 大哥还坐起来 走了嘛 大嫂 落点活的 你还活东西 快去 眼睛 冰箱头有啤酒和牛奶 你喝哪个 牛奶 眼睛 他又没打眼睛 你哪个看他眼睛呢 他小时候一个人 打死一根眼睛 春头人说他霸道得很 你别理他 眼睛 你说我们那个手机 卖的好多钱呢 现在不好说 但是保住估计 二十万应该有的 二十万两个人分 一人分四万 我拿八万块钱搞装修 一万块钱搞菜里 一万块钱买棒棒烫 下门最喜欢吃棒棒烫了 哎呀 我跟你说好多回了 都拿笔货一出手 钱了钱 把装备还了 老子正白开 再给你弄个耐服 做打做枪 再唱辉煌 来 干 拿六万块钱装修可以了吗 哎呀 做打死 做打死 小的 那本来去下门 就是我最大的事情嘛 哎 强都强哦 哎 那不强银行 强收几点啊 收几点好强嘛 我的保安 哦 那就是不敢强银行吗 确实不敢 啥子不敢 老子啥子不敢 现在实际没得成熟 我们刚刚住行 不只要问 一不一个交易的来 嗯 我要说你们哈 我第一步 抢劫 第二步 都是杀人 你咋敢跟着 你想我们把你杀了吗 你又好想结婚 我都好想死 你又好想当打过 我都好想死 你们两个 一枪打死我 就可以出去了 一步一步 逐打逐枪 你们经常不打死我 你们就走不成 你们走 我都喊 一喊 你们又止不于吃了 结果就是下半辈子 我们三个人 都是孩子这个屋头 相依为名 但是 我是无所谓啊 我早都习惯了 军妈妈 嗯 你不是想结婚吗 你想结婚 你是能够我结婚 严调 你不是想当打过吗 你想当打过 你只能当真猫猫的打过 反正我是永远不会服你的 永远 他 她又开始了 哎哟 谁了谁了 谁了 嘴臭 打死我 果子还谢 严调 小阿气嘛 不要理他啊 有道理 居居确实有道理 但是 也不是美的漏洞哦 但是 你永远不睡觉嘛 他睡觉了 我们就走了 就是 九十 糟大个十嘛 不都是时间的问题吗 啊 来 动气 动气 照片里的这家手机店 更搞笑的事情在后 据手机店的严业员介绍说 这家人请了收集点 而且还装卧作用来 操作听话办 还有一枪 没没有 讲的是一堆 不值钱的手机模型 朋友呢 就评论说 这俩人请打手 打块 这智商肯定是部署吧 还有网友 把他们评为了年度 最愚 结果做了一段 稳妇的视频 我们一起来听 全部都是收集服务器 一不一个酒品 足打足枪 敢打手 敢打手 我弄死你们 我要弄死你们 你抓住 我要弄死你们 不要放过 你打你 你抓住 抓住吗 你不要放过 哎呀 严家 严家 被傻子要误误我 严家 被傻子要误误老子 老子不吓我了 老子要把电视台给砸了 把电视台给砸了 呸家 把电视台给砸了 还得益 使务 不吓我 你 看 吗 那 放下 我 我 严家 我 你 我 我 你 你们 燕姐,你不要捧我… 不要捧我,我不用… 我不用,我不用,你不走… 燕姐,你走… 你不要捧我,你叫我走… 走… 走… 你走… 不要捧我… 我死了… 你不要捧我,我求你了… 你杀了我,你杀了我… 你… 其实… 我从来没杀过人 连当初我杀了一个严谨性 也在我在路上 叫你叫死神 我不是啥子帮废 我就是个废物 让个小子去收 你都当时了好事公归吧 我来陪着 你只有你的冤枉了 我来陪着 好 我帮你 我听说 人到下边去 要过一座桥 叫那一户桥 说你过了那一户桥 那辈子都翻篇了 秋天你餐导的拥 她在叫 我在庭子边 别怕 刚刚下过去 过了桥 我活不到酒 都翻片了 我早是也舍不得 若是闻船还要快得走 我拿起你援手 看你眼泪躺出来 我拿起你援手 我是阿飞 我叫不说话来 我奶奶 我叫不说话来 我叫马家琴 我要做真爱 马家琴 我叫胡光生 严谨 你在抓住啊 我就是乔的手机模型 警察来了吗 最多是枪劫呗 你要是这一枪打下去吗 我们两个就成杀人犯了 杀人犯 严谨我求求你 我真的不想当杀人犯 我真的不想死 你不要开枪 GND 让我去 营谨我 你不能直接抓死 你怎么把我跟每次打开 哎 你们走吧 你现在听话音乐了 别说嘴脸的嘞 来 就醒来 我在那里 走 你们走了吧 听话音乐 走喽 快走喽 听话音乐 走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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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李宇春 郭涛 杨迪 还挺惊艳的 过瘾吗 过瘾吗 现在还是发抖 春春呢 我觉得我 现在还是很难走出来 因为 以前就是 我接触表演也不是很多 然后很难去体会 也很难理解 说演员演完了不能出戏 但这次 咱们在排这样的一个 剧的时候 我觉得 我好像能够 切身地体会到那样的一种 那样的一种状态 李宇春的表演 是让我 特别地刮目相看 春春今天 真的让我很感动 尤其是 在你说出 我叫马家琪 这几个字的时候 我真的是有点 热泪盈眶 我叫马家琪 今天你用实际证明 证明了你 你就是演员 而且我敢说 你是今天晚上最大的惊喜 下一 棒 这个作品 呈现在这个舞台上 对得起巅峰对决 这个四个字 就真的好 郭涛是话剧 当时最大的咖 她还是好 然后春春她有个细节 她把那拖鞋 一直那么掰着 就知道那个脚是残疾的 就我觉得 我天呐 这个细节做得真好 我看春春今天 其实她那个 也没有得到站起来 自由表演的机会 但是她有句台词 我要是你就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想请春春呢 演一段郭涛 让郭涛演一段春春 啊 尽力尽力试试 就这个 哦 我坐的上面才知道 你坐的这就多不 多不舒服 演讲 演讲 转毛毛 走 走哪儿去 好 我跟你说哈 你今天要碰到 我们两个这张 杀人如麻的汉匪 都是你走运 我又不配合了 不配合你就死了 死了就死了 哎 你个态度好点哈 有点太不尊重人了 你看现在是哪个 在掌握局势 你打死我吧 老子给你个脸了是不是 哎呀不用不用 不要不要不要 算了嘛算了 你行不行老子 你全崩死了 哎呀不要嘛 我聊你不干 哎呀呀呀呀 老子输三声 不是 三二三四 不你小哈气小哈气 你敢倒个钱 我们就算了嘛 倒钱呢 哎呀 你不要开枪 耶 风破梁 风破梁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周神 可以可以 好 好 有麻香 她孩子很有灵性 很有灵性 其实我有一个好奇的点 我特别想问郭涛老师 为什么选择来到这个节目 其实作为一个演员 我觉得我可能有我自己的爱好 也有我自己的思想 也有我自己独立的性格 我觉得只有说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就是演员 我来证明我自己 表演本来就是一个当众孤独的艺术 所以特别想听春春谈一下 在这个角色中间你的体验 其实我当时接到 就是马家骑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是非常担心的 我觉得他这个角色 其实最让我有那个感同身受的部分 其实是他跟外界的一种隔离感 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次就是 我爸爸来北京看我的时候 因为我是租的房子 我也不相信那个房子是我的房子 也没有家具 我就坐在那个矿泉水瓶上面 然后他来的时候 刚好是大概傍晚的时候 刚好看到我的一个那个背影 他说那个是他终身难忘的一个背影 他不敢想象他的女儿 其实在北京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自己也不跟那个外界去沟通什么的 确实很孤独 那种孤独就是 北京的冬天早上特别地黑 然后我出差的时候坐早班机 然后坐车 到了那个比如演出的地点 他已经晚上了 他又天黑了 所以我那一路 我在那个玻璃窗上 就能看到自己的一个样子 然后我就跟他聊天 我就跟那个镜子里面的那个车窗里面的李宇春聊天 所以那种孤独感 我觉得我自己是很有体会的 其实并不太了解我的人都会觉得李宇春很酷 其实我觉得我不是因为酷而真的酷 是因为我我很不适 但是我又不讲话 我其实就有一点特别像马家琪 我可能就大部分时间我就坐在那儿 但那个东西其实是没有人知道的 而且我其实还有一个小细节 是昨天彩排的时候没有的 就是然后我其实今天比昨天会紧张一点 但是一紧张之后 我发现我就有点木 是真的有一 对 所以你来这样提我的时候 我就撞在那个铁的栏杆上 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现在是怪我吗 没有没有 他就是完全进入角色 我真的挺开心的 他身上那个孤独的那个力量 一直都在他体内出不来 但是在整个的排演过程当中 他的针和他的唇 以及他的那个绝对的专注 是作为一个演员最最优秀的素质 谢谢老师 谢谢天池老师 那接下来还要有请到一位我们的削途来到舞台之上 为两位师傅拉拉票 大家好 我是王子一 我和杨尼哥我们给我们师傅准备了一个拉票的采意 我们就先演一演呗 我这个样子突然之间帅不起来 硬着头皮 来吧 哎呦妈呀 我 大家好 我是演员周琦 让我们跟随我的OPPO Reno 2 一起去参观一下老师们的彩排现场吧 要不然问问两个年轻人 我就可喜欢听起来演习 所有人看到我都觉得我像警察 穿的今天就像那种特工 哈哈 我听到排练反复找问题 独立的寻找舞台的逻辑 我是杨尼 我是姿一 三二一 一起来学习 春春这次演的是马家琪 马家琪 忽光神这次讨个来演绎 哎 春春这里 讨个这里 三二一 投票吧 everybody 按下按钮滴滴答 投票 投票滴滴答 我们能否经济就靠大家 按下按钮滴滴答 投票丝毫滴答 投票丝毫滴答 下个作品再见吧 天哪 哎呀 喜欢吗 还行不 厉害死你 哈哈哈哈 来来来 按下按钮滴滴答 我不会唱这歌谁的 你的呀 那接下来各位 请慎重做出你们的选择 演员稳定入戏 防抖看清精湛演技 OPPO决胜时刻 投票开始 吴明之位 这个作品是我比较喜欢的 他就是很温馨 但是能够直打人心的那种小品 他又打动到我 我看不到一点点 歌手林春的样子 我真的特别想 当面直白地夸赞他 谢谢大家 心急锁定 我们先去观点区休息一下吧 谢谢 主的两位挑战嘉宾 都是重量级的演员 第一位 他凭借电影七月与安生 让他获得了影后的称号 他就是演技在线的 新生代女演员 马思纯 第二位挑战嘉宾 是大家公认的文艺片男神 他曾经四次入围嘎那 我一辈子一次都没去过 两次入围玻璃影展 还好我去过两次 他就是演员秦浩 他们今天要表演的作品 是改编自许安华导演的 经典电影《半生源》 助阵导演许安华自个儿来了 他凭借电影《七月与安生》 让他获得了影后的称号 他就是演技在线的 新生代女演员马思纯 第二位挑战嘉宾 是大家公认的文艺片男神 他曾经四次入围嘎那 我一辈子一次都没去过 两次入围玻璃影展 还好我去过两次 他就是演员秦浩 像秦浩这样的 演过特别多的高精尖的文艺片的 这么一个有魅力的男演员 无论是楼叶还是王小川 首选都是他 马思纯从七岁就开始拍戏 已经有24年的戏领了 他的实力是不容小区的 你们想演什么呢 有没有提议啊 选一个导演的作品牌吗 那就演半生元 半生元 真的吗 我是特别惊讶的 他因为演第一炉香的事情 网上还是有一点非议的 真的特别有勇气 刚 是穿你敢挑战吗 有你在我敢 《半生元》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故事 我很想演它 上一次我演张爱玲的作品 我是被质疑过的 但后来我还是觉得 我自己想做这件事情比较重要 听到你敢挑战吗 我敢 真正演过文艺片的演员 我觉得演任何片子都特别容易 就靠两个人的表演 来吸引观众看一个多好事 那我们对变词呗 好久不见 我都不知道你在上海 其实我一直在想 我怎么告诉你 我在梦里梦到过很多次 每次都是酷刑的 那你怎么看待顾曼珍她的爱情呢 希望她再勇敢一些吧 你自己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吗 我的初恋我追了很久 我追了三年 然后我们在一起十年 她喜欢别人的时候 你恨过对方吗 恨 但是我后来都原谅了 伤害过我的人 我和她我都原谅了 真的啊 他们这样过得没我好 我觉得我们其实应该 自己各回各房间去 把词备受到一个 这不是词的事 词再熟的话 你调度没有 节奏没有 没用啊 那完了 我有可能不是方法派的那种演员 我有可能体验一两次 就感情容易会被耗尽 我就对你还能试得着教这件事 我特别的不理解 我就急了呀 小马同学心真大 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 哎呀多么的让我焦虑了吧 好 那我是看哪个方向呢 你瞒这个 我要不要往回走 你觉得呢 那你别往我这走 你瞒我这走我就得看你 你让我回走的话 我还可以假装 你应该接得很快 你直接就给观众看 对两个人接起来了 好 他在自己对着观众说 特别好看 是 我真的是什么都相信 是 上海很大 是 是 我觉得他们非常好 就整体的感觉给我是很好的 你看啊 我去了 四次嘎那 我去了 两次柏林 还去威尼斯 我不想输 我想赢 我不怕输 但是我想赢 演员就位 表演开始 沈士军与顾曼珍 曾是一对甜蜜恋人 因为一场错综复杂的误会 而阴差阳错的被分开 沈士军不得已 与石翠枝结为夫妻 拥有了一儿一女 十四年后的某天 沈士军外出购买家用 却在巷口 遇见了昔日恋人 顾曼珍 顾曼珍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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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在上海 我也以为你回南京了 这说起来 我们上次见面那还是在 十四年前 是啊 已经十四年了 你有孩子了吗 一儿一女 正是淘气的年纪 你呢 还没结婚 哦 天上 飘坐天 未云 一生 我记得这歌是你以前喜欢的 我是因为你喜欢才学这首歌的 这是怎么回事 玻璃华生的 十四年前 你因为我姐姐慢路跟我大吵了一家 我晚上到她家去 她把我锁在屋里 姐夫 姐夫那天喝了好多好多酒 我一直喊 我一直叫 我一直求救 没人理我 你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其实我在梦里跟你说了很多遍 每次都是苦喜的 后来 我终于鼓足勇气 决定去找你 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你是一个可以为了别人的不幸 放弃自己幸福的人 我不能欺负你吗 我是你 对不起 后来就娶了辞职 如果那个时候 我能不顾一切地去找你 就不会像今天这样 我已经做了决定了 没有什么是不可挽回的 你让我去解决 我会想办法 世君 我回不去了 满芝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就一次 你有儿女 我有儿子 我们对把她们养大呀 世君 她们 租打哪儿去了 这是 顾曼珍小姐 一个老朋友 这是翠芝 我太太 是 曼珍小姐你好 你好 曼珍小姐借一步说话吧 有一次我收拾屋子 发现 世君藏了一个小纸盒 纸盒里面 全是写给你的信 如果你能早点出现 我应该 不会跟世君结婚 也不会变成现在的样子 世君 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 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 我就记得 那天阳光很好 你蓬松的头发 很随意地 披在肩上 你再认真的 看着地上的一片树叶 而我在认真的看着你 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 送给两位挑战嘉宾 也要特别感谢 石翠芝的扮演者演员 李倩 大家好 再一次感谢你的助演 谢谢 好 谢谢各位 真的看着还是挺过瘾的 因为这个 尤其是扮声源 还有许安华导演这个电影 其实都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再加上两位演员的表演 然后他们有一个错过 能知道这种误会的解除 然后离别 最后呢留在心里面的 还是恰恰是最早 最单纯的那种感受 所以把这几个层次能够演出来 我觉得是可以见到你们的表演的这种功底 我觉得四层的这个表演还是可圈可点的 把整个的情绪一层一层一层拨开了 把这个曼征这个人物最后的痛苦还是展示出来了 但是我对秦浩 在夫人来了以后的转身 被强而战的那个调度 我觉得不是特别满意 我觉得好像是要靠边站的那个感觉 觉得游离出去了 没有凝聚起来 我是个影视演员 我在学校的时候是一个舞台剧演员 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呈现的是按照 是应该按照舞台剧的表演来呈现 还是按影视剧的表演呈现 因为我从来没有养过这样的 参加过这样的节目 所以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未知的 我觉得那个秦浩老师背的时候 那个我们本来是想把他弄黑的 就是把他按掉 因为他有点风格化才能容纳 那么多的内容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看过张爱玲的 他其实是把整个半生的故事 在十几二十分钟都讲完 而且要交代那么多的剧情 我觉得两位两人还可以就是保持他们的情绪 我都叹为观止 他们的那个同时间做那么多事 在那么短的时间 那么专业 我觉得都非常准确跟比较真实 这样子 其实我演过电视剧的这个半生源 我演里面那个柱红柴 在演半生源之前我看了原著 说张爱玲的前半生幾乎终身 所有的作品 她只是想要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在那个封建 在一个社会里面 女人的处境 所以张爱玲不是在 让大家享受一个爱情故事 她是通过一个残破的爱情 来谈女人的处境 多么需要被重视 所以今天的女人已经完全 跟那个年代是不一样了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 那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四春师姐 你为什么就跟张爱玲杠上了呢 为什么 我没有把她想那么复杂 对 就是我喜欢的一个角色 一个人物 我想演每一个不同的人物 曼珍是一个人物 葛威龙是一个人物 所以无论是张爱玲也好 无论是谁也好 我觉得我都愿意去尝试 我哪怕演的不好 我可以再努力嘛 接下来我们要有几学徒 来到这个舞台之上 为他们的师傅加油 拉拉票 打打气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觉得因为整部戏的基调 核心都是一个很悲剧的 现场观众也有一点点压抑自己 是不是 那既然我们来了 大家也知道就是火月气氛的时间到了 OK 好 让我们把刚才那段再来一下 好吧 来 随喜 沈西 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 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才八十几 是是 我这小刚子 我晓得呀 难道好相信 他女人都爱我了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我晓得呀 怎么我一直 也不晓得了进来 136斤也没关系 我记得那天阳光很好 你蓬松的头发 散落在你的肩上 你那千细的身影 在很认真地看 地上一片树叶 而我才认真地看着你 但是 你再也回不去了 谢谢大家 不要压抑自己的天性 赶紧跟我们半生员投票 就是半生员 谢谢大家 我们七号老师 不好意思 我们可能回去 要多叫一叫 那接下来 演员稳定入戏 防抖看清精湛演技 OPPO决胜时刻 投票开始 这个结果我们会等 所有作品表演完成之后 统一公布 这个作品在舞台上 也许会吃亏一点点 现场的这种效果 可能没有那么好 但是其实我非常喜欢 这种走心的这种感觉 谢谢大家 而我们现场还有 两百名大众剑影团的观众朋友 你们每个人可以选择 六位你喜欢的挑战嘉宾进行投票 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两位挑战嘉宾 也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学徒 有请 投票结果已出来了 李余老师来了 本场进演的票数 会与下一场的这个票数 累积决定第二期的最终排名 而排在最后的一位呢 下一场就会直接被淘汰 首先让我们来揭晓 本场专业建影团的投票结果 作品票 星级最高的一组 两位挑战嘉宾 每一个人可以获得50票加票 首先我们来宣布 本场作品排名第三名 对了 应该是 半生元 评分7.8星 秦浩马思纯 每人获得20票加票 20票20票20票 第四名 夏洛特烦恼 评分7.2星 佟大为梁静 每个人获得10票加票 剩下两个作品当中获得本场作品 第一名的先说 第一名的 是阁楼 评分9.2星 恭喜李冰冰张国立 每个人可以获得50票的最高加票 没有白紧张 没有白紧张 那么自然而然的 《无名之辈》就获得本场作品的第二名了 评分是8.7星 接下来我们公布大众剑影团的票数和终极排名 得奖的 不 跟得奖没关系 获得本场第六名的是 为什么从第六开始啊 第六名将在男演员当中产生 同大为 总票数138票 下一位 本场最终排名第五名的是 马思纯 马思纯 总票数164票 马思纯 其实你是有机会拿第四的 你的观众票数是排第四嘛 但是那个加上作品票之后 你被一个人反超了 让我们看看这第四名究竟是谁啊 本场最终获得第四名的是 郭涛 郭涛 总票数167票 比马思纯高出三票 成为本场第四名 对 下面宣布本场的第三名 还有谁 木子李 李雨春 李雨春 你的总票数是202票 我以为是你 我以为是我 好紧人 可以说是你 现在只剩下最后四位挑战嘉宾的名次 究竟谁会获得本季巅峰对决首个第一名呢 最终获得本场第一名的是 张国丽老师 张国丽老师 和 和 李冰冰老师 李冰冰老师 并列第一 并列第一 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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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也谢谢大众 兴臣团 谢谢 接下来宣布本场的第七名和第八名 获得本场第七名的是 就剩最后两名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第七名的 因为我们的作品第三名嘛 能够出第三名作品的演戏的人 怎么可能是最后一名 梁静 梁静 也不站起来了 赶紧一下 要站起来吗 没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我自己的表演还是有一定的自信的 如果给我好的角色 我一定名次比这要高很多 第八名 秦浩 总票数 一百一三二票 秦浩来来来 来 我不是 我不想退 不想站 来 再来 别见 不容易 没有 没有 不是 其实这个段子 本身就不好巧 以我很客观地对专业表演的认知 我觉得那个角色我是做到了 就基本上和作品是拼集的了 但是我尊重节目的游戏规则 这个排名我是不服的 以上是本期的这个最终排名 第七名 第八名两位 也不要气馁嘛 下一场这个竞选 还有翻盘的机会 第一看的时候就是觉得特别没面 特别没面 所以要把这面找回来 下一部戏要 要玩点觉得好的了 今晚我们要进行的是淘汰赛 两场的票数相加 排名最后的一位 将暂时离开我们的舞台 希望得到观众的认可 全身心地把这个作品完成好 把仅有的戏 发挥到零零精致 我感谢你 在最后的时间 让我见到多多 刚刚在那个时候 我就传进了拳头 我说你们要一定要加油 一定要加油 啊 太过去 他所有节奏 参与巅峰对决话题互动 威尼西安的演员鼓掌支持 人的命 温柔 你终杀眼的原因 想做运动员 没有这么暴走 大刀 新浪威乐网易新闻公团 扎克一点资讯 对本能的大力支持 上百万个看苗的本颗 快速了几十个信息 更多节目